第37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每日糖摄取量应占总热量的10%以下 若以男性成人每日摄取热量2000大卡为例 由于每公克糖有4大卡 换算下来一天不得吃超过X公克的糖 一般市售方糖每颗大约5公克 约Y颗方糖的量 请算出X等于多少Y多少 那么男性成人每日摄取热量是2000大卡 我们希望不要超过它的10% 那么销掉算完之后 就是我们不可以靠我们的糖的摄取热量 超过200大卡 那么每公克的糖有4大卡 所以200除以4就发现不能够超过50公克的糖 而一颗方糖会有5公克 那50公克除以5公克就发现 不能超过10颗的方糖 所以第37题问我们说 换算下来 一天不得吃超过S公克的糖 那一般市售的方糖 每颗大约5公克 约Y颗方糖的量 请算出X等于多少Y等于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A X等于50 Y等于10 就是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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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